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 也愿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祝你的宝血洗净我们 祝我们与你没有隔绝 你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也来给我们力量来背十字架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的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后半部分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折 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转折 从这之后 基督教成了彼得的基督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基督教 你的信仰若跟彼得的信仰不一样 你跟彼得的韧性不一样 你就再也不是基督徒了 在这之前 你还可以说 我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 等到了彼得的这个韧性之后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耶稣在这边也指出来了 这十六章的后半段 我们上次看完了十六章的前半段 看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校 他们的教训 是要更多 更强的天上的记号 更大的神迹 那这后半段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十三到二十节 就是任性 Crete Confession 任性那位要来的基督 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基督 第二部分是跟随那位要上十字架的基督 这两个段落都跟彼得有关的 彼得在前半段被立为天国的磐石 天国的根基 天国的钥石 在后半段彼得成了撒旦 耶稣的绊脚石 这两段都是跟彼得非常有关联的 前面是在十八到十九节 后面是二十三节 耶稣的绊脚石 撒旦 这两个转折呢 仍然是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的对比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圣经里面有荣耀神学 也有十架神学 所有跟上帝荣耀有关的 一切美善事物都是荣耀神学 但是与基督定十架有关的 就是我们称为十架神学 受苦的神学 荣耀神学在十七节 如果你的圣经还开的话 或者上面这个荧幕上的圣经还看的话 十七节有一些关键词 比如基督 天上的父 天国 磐石 钥石 胜过阴间 捆绑 释放 这都是非常荣耀的 非常充满正能量的这些词 这些词让你觉得 是的 倒是我有这样子的荣耀与我同在 多美好 坎石 后半部分的十架神学 是受苦 是被杀 是舍己 是悲食之下干水煮 上次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利赛人的孝 法利赛人所要教导的 就是荣耀神学 不要十架神学 就是要这个更多更大 而耶稣要给的却是约纳的神迹 是死而复活的神迹 所以这两个差别是一个 灯越来越亮 讲荣耀神学灯越来越亮 好可怕 天上的神迹灯就亮了 荣耀的基督 我们要的是这种的荣耀神学 法利赛人要的也是 这个荣耀的基督 我要看见基督天上的神迹 我要看见基督像摩西看见基督 我要看见基督行神迹如同摩西所降的神迹 更大的神迹 做着天国大梦 这种神迹的荣耀神学的教导 也在彼得的心中不断地滋养着 成长着 彼得作为犹太人 这个荣耀神学是从小被教导到大 我需要 我要的就是这个 做着天国梦 对吧 有美国梦 中国梦 现在他是做的是天国梦 我要看见 这个是犹太人的信仰核心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看见摩西的神迹 甚至看见摩西的上帝 如同摩西剑道主的荣耀一样 这是摩西当年的呼求 我要看见 这个荣耀呢 今天的赞美之全的诗歌 也是有这首歌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对吧 听过这个歌 这个赞美之全的诗歌 就是在代表这个荣耀神学 我要看见神的荣耀 不见得要十字架 不见得要十字架 但是要的是荣耀 这个神学在北美的教会 华人教会中 也同样地支撑着 在你我之中的心中 不知不觉都有 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都喜欢荣耀 基督的国 神迹 大能的彰显 多好 我们今天只能看这前半部分 下次我们会多花点时间 再看这个十字架神学 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 对他们的教理问答 这个荣耀神学里面 我大概说了两者的分类 这个荣耀神学 十字架神学 这两个概念留着 以后再查经 不断你会慢慢注意到 这两个神学 耶稣的教理问答 他的问题是 我是谁 他问门徒 众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他问的 问题就是我是谁 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也就是我看起来与你们同在 一起吃喝 亲近生活 人子耶稣 但我到底是谁 这是本质 跟这个现象的 这个区别的问题 Who am I 众人的回答是 耶稣是一位 类比于古代伟大的先知 如施洗约翰 以利亚 或耶利米 是来教导我们的 这是众人的回答 大家对耶稣的认识是如此的 里面有教师跟先知的 这个大概的含义 他是老师 他是先知 他是一位好老师 耶稣基督是好老师 是大部分西方人或华人 不信主的社会 可以接受的定义 He is a good teacher 他是我们的榜样 Example 他是我们的模范 Road model 他是圣人 我们甚至可以称他为圣人 在中国的概念里面 如孟子一样的圣人 在西方 如苏格拉底一样的圣人 他就是一位圣人 至少在文化界 不信耶稣的门徒当中的 对基督的定义 就是这个老师 他是令人尊敬的一位好老师 犹太人加了一个等级 叫做先知 因为他们有一个神论 是上帝派来说话的 叫做先知 上帝派来的 这个先知的等级 是伊斯兰教跟犹太人 可以接受的定义 伊斯兰教作为一神论宗教 是可以接受耶稣是先知的 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重要的先知 他们不认为保罗是先知 认为保罗的解经是错的 但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 在众先知之内 他是一位重要的先知 那莫汉莫德是最重要的先知 耶稣是一位重要的先知 这是伊斯兰教可以认同的等级 那犹太人 耶稣时代犹太人 也大概可以接受 大概到这个程度 就是他是先知 他如耶利米 比如伊利亚或施洗约翰一样 一位先知 他是来教导神的旨意的 耶稣问完了他们众人的看法之后 他再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教理问答第一问第二问 你感受到他问他们第二问 那你们说我是谁 Who do you say I am 那这个问题呢 是问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 你今天也要做这个答案 牧师说耶稣是谁不重要 神学教授说耶稣是谁也不重要 你说耶稣是谁 你怎么回答 OK这还不能 我还不要你在小组里面讨论 我要你自己跟自己讨论 他到底是我的谁 你如何定义耶稣 有的人定义耶稣是心灵导师 他是心理咨询师 一周见一次面的心理治疗 正能量的源头 我一个星期受了许多的痛苦和鞭打 终于来到这位温暖慈爱的耶稣面前 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有没有有人是这样子的 对吧 他对这个受伤心灵安慰医治的这种 诗歌也好 这种教导是非常 他叫做latch on 他是非常喜悦喜爱这种 在这方面的教导 我的人生很痛苦 每一天都痛苦 星期天终于可以逃到耶稣面前来 听听牧师睡个觉 也挺好的 在这里得安息 他是我心灵的导师 他是我的安慰 他是我受伤心灵的医治 耶稣对你来说是心理治疗师 你必须承认 你可能在你心中 隐隐约约的定义 定位 耶稣是谁 他是一个心灵导师 有的人把耶稣当成叫做 紧急状况需要的备胎 平常不紧急 那备胎是不会拿出来用的 你车子里面 车厢里面都有备胎 你不会天天拿出来跟备胎问安 备胎最近如何 偶尔看一下 他是紧急用的 First Aid Box 你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急救箱 对吧 通常会有一个 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药绷带之类的 小小的急救箱 耶稣就是那个小小的急救箱 对吧 平常没事也用不太上 但是总得有 总要有耶稣 等下有用的时候就很有用 对吧 他是你的急救箱 他是你的911的紧急电话 他是你以防万一的保险 出门在外 没朋友需要耶稣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备胎 He's not a good friend 有时候会用到的好朋友 你不能天天烦他 对有些人来说耶稣是在 这个偶尔需要 会用上的紧急状况 我需要耶稣 我们是有定义的 我们其实耶稣是谁 你说耶稣是谁 其实你是有定义的 有的人是认为 耶稣是帮我管孩子的道德模范 就是这个公立学校没教好 周末要送到教会来 好好学习 做人的道理 对吧 学校不教的 这个要送到学 很多家长不排斥孩子来教会 觉得这挺好 来这里学学做人的道理 他是我孩子的道德模范 我呢我还行 我不太需要 但孩子需要 他们得多听听这个道理 他是道德模范 好人 你觉得耶稣是谁 你怎么定义他 你们说我是谁 你里头对耶稣的定义是什么 也许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的思考过 你只会牧师教你的那个教理问答问题而已 你们说我是谁 Who am I 彼得的任性 来了 这个confession 他的信仰告白 马太福音16章16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答案 他不是那个人说是这个 这个人说是这个 他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答案 他这个任性 他的这个信仰告白 包含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基督 基督的原文就是受高者 Messiah就是涂抹高油的意思 只有君王和祭司被案例的时候 会被涂抹高油在头上 他代表了那个伊甸园 的那个高油的 那个生命核 生命树 继继续地涌流出来 在圣殿里面的两棵树 圣殿里面仍然化着那棵树 那个油是这些尊贵的 这些植物所挤出来的油 它代表了神的同在 这个高油就代表神的同在 I am with you 你这个君王也好 所以这一位受高者 基督原文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就是那位要来的君王 要来复兴大卫王朝建立荣耀政权 天国降临的那位基督 那位受高者 所以彼得首先说你是基督 他的荣耀神学非常正确 你是基督 他加了一句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个任性是彼得最突出 最特别的任性 他不只是人 他更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这个观念 在旧约有 但不是很明显 是我们所谓的隐性的教导 他不是非常显性 上帝的荣耀很清楚 上帝的仆人很众多 上帝的儿子这个观念 他不是非常清楚的 他有谈上帝的众子 天使被称为众子 但儿子 独生子这个观念 非常少 在诗篇里面有 诗篇第二篇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上帝的儿子观念 在诗篇里面有 诗篇第二篇 上面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睁开他们的绑索 脱去他们的绳索 坐在天上的必发酵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摇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金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这是诗篇第二篇里面 对君王对弥赛亚 对受高者的教导 在第二节 给你看到 如果你在看第二节 谈到他的受高者 耶和华的受高者 在第六节 说我的君 在西安的君王 第七节 说受高者 是耶和华的儿子 他自己说的 我受高者 看到没有第七节 受高者 弥赛亚自己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这个今日生 就叫做 在神学里面叫做 永恒的今日 叫做Eternal Today Forever Present Tense 他没有昨日生 没有明日生 在上帝没有过去世 没有未来世 他是今日生 他并没有说 昨天他生下来 今天一天 去年他生 今年他一岁 他是永远的今日生 也就是没有一刻 耶稣是不存在的 父神是永在的父 如果他有一刻 没有儿子 他怎么做永在的父 没有 听懂了 如果有一刻 他没有儿子 他就不是父 对吧 如果有人跟我说 我是父亲 我要过父亲节 你说你孩子在哪里 我没孩子 那你是什么父亲 如果他有一天 是没有儿子的一天 他就不是永恒的父 所以这位永在的父 跟永在的子 他们的父子之间 是永远的存在的 一个现在世 没有一颗耶稣是不存在 然后突然变成存在的 他是永在的父 永在的子 永远的子 他要同管列国 第八节第九节 第十节到十二节说 世上的君王要悔改 要醒悟 要用嘴亲子 这个亲吻是中东 特别表达友谊忠诚的方式 对吧 你见到你的好友 见到你忠诚的好朋友 你们会彼此亲嘴 他要地上的君王 对上帝的儿子 表达友谊和忠诚 彼得这个宣告 这个信念 就跟其他人 所有的信念是不同的 他说 耶稣你是弥赛亚 你是永活上帝的儿子 就把耶稣的级别 给完全地升级 其他的人 对其他人来说 耶稣是人 他只是先知 但对彼得来说 你是神 其他的先知是仆人 但你是儿子 儿子是继承人 是太子 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父上帝要把国 交给他 你要继承全地 所以这位子 他跟其他的先知 是不同级别的 其他的先知 是再伟大 也不过都是minister 英国前天换了 Prime Minister 换了总理 我还是挺喜欢 顺便提起来 我还是挺喜欢 英国的这个制度的 总理坐跑 几个月就可以换掉他 不像我们还要等四年 半年我就让他可以下台 对吧 但国王是不一样的 总理可以换 太子 对吧 那个是威廉 他爸是Charles 他太子是威廉 儿子是不会换的 国王是不会换的 儿子是不会换的 彼得所认知的 这位基督弥赛亚 就不是众先知的 这些所谓的官员而已 而是儿子 You are the son 你是永活上帝的儿子 是继承人 The son 在Robert Latham的这个重要著作 叫做Holy Trinity 是2005年的 购买金牌的 金牌这本书的得主 非常重要的一本 对三一论的这个著作 他就里面就提到 The son 儿子呢 是三一神中第二位的 Proper name 还不是这个 等一下再教你们这个 Homo Wuxia The son 是他的Proper name 他的名字 他的上呢 不过不是他的这个代 不是其他的名词 而是他真正的 本来的名字 本名 叫做The son 三一神的第一位 叫做Father 三一神的第二位 叫做The son 第三位 叫做The spirit 他降世的时候 天使给他起名 叫耶稣 但他为降生之前 他的名字就是 The son 儿子 他的名字就是 子上帝 所以在以赛亚书 九章六节 就记载 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 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title 是奇妙测试 这不是他的名 中文字文翻成名 他的title job description title 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是子 他的本质 是The son 有一子 赐给我们 所以父神 子神 圣灵神 是三位一体 同荣同尊 他非三神 乃为一神 非一神 分成三分 三个身份 乃三位 却完全合一 完全相爱 接受天使 和众圣徒的敬拜 这是彼得的任性 You are the son 你跟我们是不同级的 你是独生子 You are the son 哇 耶稣听得好高兴 西门八月纳 十七节 你是有福的 他好开心 耶稣 终于有人认识我 那感觉 知己 西门八月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不是有任何人可以教你这个事情 只有天父能教你 八月纳的八这个词呢 就是儿子的意思 这个中东的 他们就 这个称人家的名字就是 你是谁的儿子 那 约纳的儿子 西门的意思 那个 Osama是拉登的儿子 对吧 你如果还记得 他的Osama Ben Laden 就是那个字 同样的一个字根 拉登的儿子 Osama 是那个 阿富汗的那个恐怖分子 西门的儿子 约纳的儿子 西门 这是 耶稣给他指出来 为什么耶稣突然讲他爸的名字呢 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叫彼得过 就是西门西门 对吧 他只会讲 或彼得彼得 他突然把他爸的名字也叫出来 Simon Barjona 他很开心 因为彼得认出了他的父是谁 我与我的父同职 你呢 彼得呢 也跟你的爸爸 约纳是同职 所以他再次强调 彼得 你是约纳的儿子 西门 你是约纳的儿子 所以他是人 你也是人 而我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神 我也是神 所以耶稣做的这个 算是一个对照 教导他 就是这个词叫做Homoousia 这个是上帝 耶稣与上帝是同本职 是神 Homoousia 大家跟我念一次 Homoousia Homoousia OK 学一个希腊文 Homo你知道这是Homosexual的同样那个词 对吧 常用这个词Homo Homo Homoousia 是本职的意思 也就是耶稣基督和父上帝是同本职 他是 他们 神的儿子就是神 人的儿子是人 的意思 Homoousia 然后他加上这句 你是有福的 Makarias 这个希腊文的Makarias Happy 彼得的信心 他说 是超越人信心本职的 彼得的信心 不是人间的信心 是神给的 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称赞 你的信心 你对我的认识是神来的 是父神给你的 也在这里给我们强调出来 你若能认识耶稣 能相信他 这不是人可以自己得到的答案 你可以承认耶稣是先知 你可以承认耶稣是老师 但你要承认耶稣是儿子 这个信心 只有父上帝能给你 你永远达不到这个信心 彼得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的文化水平高 他熟读得多 他四片倍的熟 耶稣没有称赞他任何一个这个东西 哎呀彼得你真是好学生 小时候上主日学一定很认真 你看你们这些其他门徒都在鬼混 他没有说这是人来的 这不是哪个拉比教他的 不是任何人教他的 是父神自己启示他的 马太福音11章27节 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能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所以他怎么知道他是子 是父告诉他 与德很清楚他是子 可是他 耶稣更清楚地知道 这是我的父告诉你 这是他们独有的特权 四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你必须要上帝的光照亮你的眼睛 你才看得到上帝 要你看见的 他的启示 他的儿子 你必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认识他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而是从上帝 父上帝生的 能信耶稣的人 能做上帝的儿女的人 不是因为你那天很感动 血气里头的 或者是情欲人所生的 乃是上帝所生的 你的信心是上帝给你的 你能够认识他 是得到父的启示 约翰一书五章一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上帝而生 凡爱生他是上帝的 也必爱从上帝生的 这都是从上帝而生 英文翻得比较清楚 has been born of God 你能信 那是因为你已经被上帝所生 你才能信他 你已经被生了 你才能信他 耶稣称赞彼得的认信 称赞他的信仰告白 称赞他的信心 认出了这个信心的来源 是父 然后耶稣开始称赞他 说你是彼得 十八节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你可以想一想 彼得在同班同学面前 那天脸上多有光彩 这个 这个 这个车钥匙就交给你了 天国大门那个钥匙 就给你了 the key person 对吧 前班同学羡慕着死了 哎呦 打这个 考这个是这么重要吗 他不过就讲一句话 突然拿钥匙来了 而且他的称赞不简单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 彼得这个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他 你看彼得 真的走路都要有风了 那天的表情 thank you 快要发表得奖感言了 我要 如果不是后面那一半 耶稣骂他你是撒旦 他那天真的是 骄傲到无与伦比 耶稣马上后面指责他 说你是撒旦 给他一个很强烈的平衡 把他拉回地上 要不然他已经升到天上去 再把他拉进地狱 终于回到人间 这是上帝的工作方式 把你拉到天上 再把你拉回地狱 你就在中间 这是彼得 但彼得的称赞 我们在那边来看 耶稣对彼得的称赞 他是一个 我刚才所说的 跨时代 新时代的开始 他的confession 他的信仰告白 是上帝在人间做事 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在马太福音这里 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出现了 第一次上帝讲这种话 是跟亚伯拉罕说的 亚伯拉罕是第一次 人类信心的 这个始祖的重要的开始点 上帝对亚伯拉罕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区 我必要你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出现了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 上帝在洪水之后 众人之中他挑选了一位 亚伯拉罕 从你而来 以后上帝的恩典 从你而来 这之后呢 亚伯拉罕的众多儿子中 只挑了以撒 以撒的两个儿子中 只挑了雅各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 只挑了犹大 犹大的许多孩子中 只挑了大卫 你感受到这个 这个天国的扩张 然后再缩减 然后越来越扩张 他又再缩减 对吧 他又再扩张 又再缩减 这么多儿子都不算 都不算 就是你 就是你 大卫的众多儿子中间 只有基督 基督的众多门徒中间 以得 你祝福的 我就祝福 你释放的 我就释放 你捆绑的 我就捆绑 所以这是一个 人内理事里面很重要的 如果你对基督的信仰 不是彼得的信仰 You're out 你出局了 你越界了 这个信仰是limiting的 每一次都是这样 在挪亚的重址中间 只选了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的重址中间 他 不是 只选择了那一位 单一的那一位 在这么多人跟随耶稣 耶稣找了 说这是彼得 其实不是耶稣找了彼得 是父上帝挑选的 彼得 你的信仰若跟彼得不一样 你最多就是穆斯林 穆斯林是一神论的宗教 你最多就是穆斯林 耶稣是先知 你的信仰若跟彼得不一样 你就最多就是犹太教 犹太教也是一神论的 但他没有基督 因为他的信仰跟彼得是不同的 彼得的信仰是重要的 犹太人在拒绝彼得的基督之后 就成了魔鬼的儿子 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穆斯林也是被魔鬼所骗的 那个穆罕默德所建立的 所以这其他的所谓的 一神论宗教 在彼得的信仰之外的 一神论宗教都叫做一鬼论 他们信的不是神是鬼 就是魔鬼 只是耶稣自己讲 你们的父是魔鬼 彼得的任性才是真信心 你的信心若跟他不一样 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过看起来是基督徒 但你不是 只有彼得的基督教才是真基督教 所以那一时刻的彼得 被称为磐石 他之前称为西门 他的名字称为西门 耶稣说Petras 就是磐石的意思 你是磐石 天国或者教会 要建立在你身上 中古世纪的晚期的天主教 以为彼得和他的继承人 就是教宗 是教会的磐石 但是他们非常晚期 可能十四世纪之后 十五世纪之后 甚至是Trent 十六世纪之后 Consul of Trent 之后天主教才慢慢地 强烈地认为 彼得和他的继承人 这些教宗们 是天国的磐石 他们越来越坚定地 自认为他们是彼得的传人 彼得的后代磐石 早期的教会 没有这么任性过的 早期的教会 Chrysostom Oregon Eusebius Ambrose Ambrose是奥古斯丁的老师 甚至奥古斯丁本人 都认为 On this very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means Jesus will build his church On the faith of Peter's confession 也就是彼得的信仰告白 才是那个磐石 而不是彼得 这个人和他的继承人 成为信仰磐石 是彼得那一刻的信仰告白 耶稣抓住说 This is it This is it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on it 因为耶稣立刻 骂彼得为撒旦 对吧 他马上转头就骂他 你这个撒旦 你拦住我 所以不是彼得 这个完美无罪的人 作为教会的磐石 而是在那一刻 这个任性 That Peter That That very moment of Peter That Peter Yes I will build my church 这个任性的彼得 后面的那个撒旦的彼得 也不是教会的磐石 是那个时刻的彼得 早期教父跟后期的宗教改革 都认为教宗不是这个磐石 磐石是基督和彼得的任性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我们在使徒行传 我就不详细再看这些经文 使徒行传在耶路撒冷也好 在撒玛利亚和外邦人的教会 都是以彼得的讲道为起点的 基督教就从了彼得开始 在耶路撒冷他那天讲道 到了撒玛利亚 非利不道完 彼得要去认证 他要把钥匙拿去开门 到了这个外邦人 哥尼流家里面 也是由彼得开始 外邦人的事工 都是由彼得这个天国的钥匙 而开始 他要去认证 你们的信仰 是不是我那天所认信的 耶稣基督 这个是教会的根基 很久的磐石 如果你的信心 你对上帝的认识 对上帝儿子的认识 是其他的认识 你不是基督徒 然后他说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钥匙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十九节 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这个钥匙 这个捆绑和释放 就是传福音和教会惩戒 人如何被释放呢 是当人信耶稣悔改的时候 罪得赦免 你的罪得释放 所以当教会跟你传福音 当基督徒跟你传福音 你听到了这个彼得的福音 你认耶稣为主 为神的儿子 你认你自己的罪 你的罪得赦免 你被释放 这是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概念 你被释放 You're free 有人有钥匙把它打开了 You're free to go 你不再追究你的罪 你的罪已经被还清了 The key is here Come on out 出来吧 你出狱了 释放你了 捆绑也是如此 当你不愿意认罪 甚至基督徒 自称是基督徒 受洗的基督徒 不愿意认罪 不愿意悔改 被教会惩戒 而除名的这种 或被禁止领圣餐 今天我会领圣餐 如果你在长期 不愿意悔改的状况下 被禁止领圣餐 这都是一个所谓的 被教会惩戒 而被捆绑 这个捆绑呢 天上也要捆绑你 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那一日 耶稣也谈过 你被捆绑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你要在地狱里面被捆绑 就监禁 所以耶稣把这个真正的福 天国的福的这个钥匙 给了彼得 而一切照着这个信仰 而传承的这个基督徒 和基督徒的教会 来继续地用这个彼得的任性 作为教会的磐石和根基 耶稣就说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他就讲了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如果你这样子传道 如果你这样子 传讲彼得的信仰 我就要建立我的教会 他没有说 你要去建立我的教会 或者你要去建立你的教会 This is not my church This is his church 当我作为传道人 传彼得的信仰给你的时候 他就建立他的教会 这不是我的信仰 传讲我的教会 这是他的教会 你知道在大概七八年前吧 那个蒙埃罗教会 来这边开教会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都问我 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评语 你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没有什么评论 我没有什么评语 那个就是基督的教会 Lansing不是我家 Lansing华丹教会 也不是我的教会 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 这是我们需要认清的 所有的教会是属基督的 如果这个教会 传的是彼得的信仰 他是属基督的 如果这个教会传的 不是 那他就不是 他不是基督教会 那他可能是伊斯兰教 可能是犹太教 可能是基督教的一端 但他不是教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 最基础的任性 上帝的儿子 今天作为总结 还是问你这个同样的问题 耶稣是谁 你们说耶稣是谁 这是你自己要回答的 父神启示给你的吗 你的信仰是什么 是彼得的信仰吗 还是你的信仰是别的信仰 所以这个问题 基督的教理问答 你自己得回答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 慈悲怜悯的父上帝 我们在这里求 你把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 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真认识他 我们当中若还有不明白 不清楚的 把基督误认为心灵导师 或者是紧急方案 或者是道德模范 或者是对基督有错误认识的 父神只有你能启示基督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 父神愿意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认识他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是我们唯一的君王 是我们要俯伏敬拜的那一位 祷你把一切的荣耀 父神你把一切的荣耀 国度权柄都归给你的儿子 我们在这里 敬拜的就是这位 实力复活的基督 我们没有别的神迹 法利撒人当年 要别的天上的神迹 我们有的唯有基督 并他从实力复活 主耶稣 主子神 我们在这里感谢你 你自己用你的身体 为我们而舍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你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你的复活 给我们天国的盼望 圣灵神 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能够软化下来 能够明白福音 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愿你自己时常充满我们 成为我们的力量 如你是三一的上帝 你是荣耀的上帝 我们在这里 与众天使 众圣徒 一起敬拜你 愿你的名得荣耀 为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